知名YouTuberJoman和网红蕾拉 湯与夫妻二人因持有大麻 于昨日上午找警方逮捕 三人讯后皆被吴宝请回 其中Joman身为百万YouTuber 身上也有不少代言 如今惹伤麻烦 形象大伤 也让不少网友好奇他未来下场 而回顾过去 演艺圈中也有不少因卷入毒品风波 而影响星途的案例 歌手谢和弦2012年在脸书发文 坦承自己吸食大麻 后药检为阳性反应 回南头老家接受乐界治疗 2019在被前期检举被警方查获吸食大麻 并在2020年同样再次被逮 被法官判处四个月徒刑 风波后也不断在社群上公开表示 支持大麻合法化 2022年更一度有意参选台北市议员 引发热议 演员柯震东2014年在北京被爆出 和房住民一起吸食大麻被捕 回他请求自费到院建议治疗换取还起诉 警方念在他是初犯 加上犯后态度良好给予还起诉两年 成绩一阵子后 如今从演员转职导演颇受好评 被称为蛇姬的林采提 2016年因当时还是男友的前夫洪瑞儿 被爆吸食大麻 主动到医院厌尿自清 没想到重演后却发现是阳性 这才坦诚也有吸食 两人最后到医院自费治疗 或还起诉处分 而两人虽然2018年结婚 并惨下意志 但短命婚只维持一年半 知名实况主Toys 2022年因涉嫌贩毒遭检方起诉 法院依毒品罪 一审判他四年两个月徒刑 而他上个月则提供 30多张公益团体感谢状 希望何亦婷念在他对台 也有贡献酌情审判 此案辩论终结定于年底宣判 综艺天王无中心的儿子陆西派 2021年在台北信义区 被警方搜出持有大麻卷烟 考量无犯罪前科记录 加上犯后态度良好 或还起诉一年处分 但需支付公库10万元 在网络上拥有一票粉丝的网红强强 曾在2019年卷入豪宅吸毒趴 但因尿减阴性全身而退 不过他曾上传在国外吸食大麻的影片 并强调自己都是在国外合法的地方吸 至今仍活跃于网络和各大综艺节目 自身综艺主持人胡瓜 2007年和女友丁柔安 在家中被收出大麻 经毛发鉴定 证明两人长期吸毒 当时手上节目全部喊咖 据传损失高达8000多万 同年被裁定入热戒锁50天 但热戒结束后 节目全部回归 甚至加开新节目 同样是众议界资深前辈的 屈中和合妥宗康 在2006年也被爆卷入大麻案 原先坚称没有吸毒 之后又召开记者会坦诚认错 并进入热戒锁50天戒毒 派罗无堂驾 重视信网提醒 不管是不是公众人物 都不要以身是法